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古言穿越小说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制作 天学 第九百六十五集 九皇叔 现在凤凰城是什么情况啊 帐篷里安静了一会儿 凤九儿轻声问道 还好 湛青城丢出两个字 又不自觉地揉了揉凤九儿的脑袋 凤九儿有些后悔留下来 事实上 想问出具体情况 他应该是问玉京风 九皇叔从来都是西末如今 他怎么就忘了呢 要是离开了 就不需要像现在一样 和主人手中的一只小猫 没什么区别 木木呢 明城的战役结束了吗 凤九儿抿了抿唇 声音再次响起 问题不大 搭在自己身上的掌篱开后 凤九儿听见翻阅书册或者信间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 他低声问道 接下来 你打算如何 要攻回去吗 你希望本王如何 湛青城垂毛看了一眼 又伸手揉了揉凤九儿的脑袋 凤九儿看着地上 连抬眸都做不到 浅叹了一口气 他低声问道 九皇叔 你觉得我一直趴在这里 会不会有些奇怪啊 我 挺好 湛青城一本正经地打断了凤九儿的话 不认识她的人 会觉得她现在就是在逗小猫 但凤九儿知道 她是真的有认真做事 一直说服自己 接受这个姿势 却心有不甘的女子 再叹了一口气 九皇叔想如何 也不是我能决定的 若是你忙 我先出去了 话语刚落 凤九儿想要起来 但放在她背上的掌 并没有让她如愿 湛青城不需要用太大的力道阻止 她只需要微微一用力 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凤九儿就不敢拒绝 这绝对的奴性 还真的不会因为她身怀绝世武功而改变 本王的事 你可以做决定 在凤九儿想要抱怨的时候 湛青城一句话 让她的怨气顿时全消 她的事情 她可以做决定吗 九皇叔 你不会是开玩笑的吧 这一次相见 她怎么觉得 九皇叔改变了这么多呢 至少话多了 湛青城如同施舍般地 放松了压在凤九儿身上的力道 让她可以抬起身子 凤九儿直起腰板 抬眸看着她 垂眸对上小丫头的目光 湛青城猝了猝眉 声音依旧低沉 本王是喜欢开玩笑的人吗 凤九儿刚坐起来 湛青城大掌一捞 将她抱在自己怀里 她一瞬不瞬地看着她 依然有几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九皇叔 那你 你是什么意思啊 她的事情 她可以做决定 她 是认真的吗 字面上的意思 湛青城 单掌将凤九儿搂在怀里 另一只掌翻开了一张信件 听见身后的声音 凤九儿知道她要忙了 但九皇叔刚才的话 确定是她以为的意思吗 像小孩那般跨坐在男人身上 凤九儿整个身子 都埋进了湛青城的怀里 除了轻轻揪着她的衣裳 她一动也不敢动 帐篷里安静了一会儿 不见湛青城说什么 凤九儿再次抬起脑袋 那九皇叔是打算攻出去 还是留下来 你的意思如何呢 看起来她依旧在做事 却也没有不将自己的话 当作一回事 凤九儿抿了抿唇 摇摇头 我不想打仗 看见兄弟受伤 百姓逃亡 心里不好受 占青城停止了手中的事情 抬眸看了一眼 视线下滑 他再次落笔 很快一张信件完成 他放下笔垂眸看着怀里的人 那好 怎么不打了 占青城双手抱着凤九儿 微微勾了勾好看的薄唇 低头在她的脑袋上便是一吻 凤九儿埋头在她的怀中 心里特别感动 甚至比她早上说要娶她 还要让她感动 年轻如九皇叔 究竟经历了多少战役 才有今日的成就 凤九儿不敢想象 没想到 她简单一句 不想打仗 她竟回应 怎么不打了 帐篷里安静下来 只有占青城翻阅书籍的声音 过了好一会儿 凤九儿才在惊恶中反应过来 啊 九皇叔 你忙 我去看看兄弟的情况 战青城垂眸看了一眼 并没有拒绝 揉了揉她的脑袋 她放开了她 凤九儿小心翼翼 在战青城身上下来 给她再倒了一杯茶 九皇叔 那我先出去了 嗯 战青城淡淡汗手 并没有抬眸 凤九儿却像似习惯了一般 转身离开 在她转身的那一刻 她的嘴角 扬起了幸福的弧度 谈恋爱的感觉 真好 离开战青城 凤九儿便恢复了大家心中 凤将军的模样 她在营地里走了一圈 亲自给不少兄弟治疗 一忙便是半日的时间 不知何时 凤九儿从一个帐篷里面出来 碰上了赵玉生 赵玉生 她向前一步 低换倒 刚想往另一边 而去的赵玉生 听见凤九儿的声音 立即停下脚步 转身 九儿 她轻唤了声 脸上带着点点笑意 去寻找剑衣的鸟儿 回来了吗 时间都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 剑衣的情况如何了 凤九儿 抿了抿唇 心情有几分低落 赵玉生不懂安慰 拿起挂在脖子上的哨子一吹 凤九儿明白 鸟儿是回来了 她抬眸看着天际 不一会儿 一只通讯鸟飞了过来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该是昨日 情况太紧急了 我没与你及时说 通讯鸟 似乎通人性那般 落在凤九儿的肩膀上 凤九儿轻轻抱着她 从绑在她腿上的短管里面 取出纸条 看着纸条中的内容 凤九儿皱起了月眉 在她抬眸看着赵玉生的时候 鸟儿飞起 不断地在空中盘旋 赵玉生 这是什么意思啊 她没找到剑衣 还是剑衣不愿意给我回信呢 赵玉生抬眸看了通讯鸟一会儿 才收回视线看着凤九儿 通讯鸟该知道剑衣的下落 想要带我们过去 九儿 剑衣说了如此重的事 该是走不远的 要不我与你一同去寻她 南方的地形我比较熟悉 回去发动兄弟们一起寻找 应该不难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